10样被人类送 上太空的怪异物 美国时代周刊近日盘点了航天史上那些搭乘航天器灯上太空的古怪纪念品 从巴斯光年高尔夫求赶到星际迷航男演员的骨灰 118月5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了朱诺号探测飞船 当它在2016年到达木星后将会在木星的轨道上停留一个地球年 对木星的大气层进行研究 三个乐高玩偶搭乘了这艘宇宙飞船 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乐高公司的一个合作项目 旨在激发孩子们探索科学技术的兴趣 2.自从1977年 航海加1号和航海加2号探测器被发射到太空中 它们目前仍旧停留在那里 那些具有听觉系统的潜在生命形式都可能已经听到了来自地球的声音 都被刻录在一张12英寸镀金的铜质光盘上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还配备了异于播放光盘的唱机 3.这是考古学家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城 英国人在美洲的第一个永久殖民地 时发现的 这个写着Yames Town字样的标签 很可能是贴在货船上的行李箱货运货箱上的 2007年3月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这个签字标签 以及两枚詹姆斯敦城的纪念币放到了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中 次1971年发射的阿波罗15号 因为第一次使用开放式平顶的月球探险车而闻名 这次任务还因为宇航员们在登陆时 有争议地携带了未经授权的纪念品 大约400枚邮政首日风 而名声大噪 他们打算在返回地球后发笔大财 这次事件促使航空航天局制定了 允许带入太空物品的新条例 52007年10月 1983年电影《星球大战》 结底武士归来的激光舰道具 随着发现号航天飞机升空 以纪念1977年电影《星球大战》上映30周年 一个人扮成了电影里的角色 楚巴卡的样子 将激光舰护送到加利福尼亚航空港 在那里有更多的星战角色在等候 六詹姆斯杜汉在电视科幻系列片《星际迷航》 还有七部《星际迷航》大荧幕影片 中扮演斯科蒂 一愿就是将自己的骨灰送入太空 看似简单 实现起来却不容易 2007年5月 随着一架私人火箭在亚轨道空间进行了一个短暂的飞行之后 它的骨灰坠落到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 71961年7月 宇航员格斯·格里索姆进行了水星计划的第二次飞行 水星计划是人类的第一个航天飞行方案 格里索姆根据航天飞行器的外形将其命名为独立中7号 它随身带上了50枚十分硬币 8.在执行阿波罗14号任务进行月球漫步的途中 宇航员艾伦·谢帕德告诉控制中心 他碰巧有个6号铁的高尔夫球杆 可以让他在月球打上几杆 他还有一些高尔夫球 9.1972年查尔斯·杜克担任了阿波罗16号月球舱的驾驶员 他成为航天使上在月球行走的最年轻的宇航员 总共12个人中的一个 为了在月球岩石上课下自己的印记 杜克决定在月球表面留下一张全家福 杜克、他的妻子多蒂和两个儿子 10.巴斯光年 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里的宇航员 2008年随着发现者号登上了太空 至2009年9月11日返回地球 巴斯光年在国际空间站呆了超过450天 感谢你的收看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 谢谢 下部影片预告 全面解析十大震惊世界的UFO事件